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你是不是曾经说过 我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以前我也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然后呢 有一天呢 脑袋被棒子打到 就是顿雾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调整自己 所以今天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我调整的经过 这是一个人类呢 在对他所付出的事情 会希望对方把它付出的放在心上 看在眼里 然后或者是希望对方可以回馈一点 比如说暂许 或是肯定的话语 或是回报一些 小小的那种暖流的动作 当没有这些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会产生不平衡 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我先跟大家说 在我还没有练习 还没顿雾之前 就常常类似是这样的状况 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通常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在付出的时候是从自己 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 不是从对方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他的付出是认为说 我看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对方会比较好 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付出 他认为就是付出的那个人认为 这样做会对那个人比较好 就是对那个对方好 所以他就做这样的付出 可是他不是站在那个人的出发点去看事情 所以呢导致什么 付出的那个人 他所谓的我对你这么好的那个好 不见得是对方要的那个好 了解吗 嗯 这是这是一点啦 那另外一点就是 对方根本不懂得你 对他的付出认为你所做的是应该做的 这是两点 刚刚那个是从自己角度去出发 然后看事情 然后去付出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 或许对方也知道你对他的好 但是他把他认定这是你应该做的 了解吗 当他认为那是你应该做的时候 当然你要他的肯定啊 或是赞许就不可能 因为觉得那是你的工作 了解吗 那我怎么调整呢 嗯 就是你要付出之前 你要先了解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真的是好吗 还是你认为是好 比如说我 我觉得一天要喝2000cc的水 才叫做对我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那你也希望对方也喝2000cc的水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开始会思考 嗯 我就不会一定要他一直喝水 我可能就是直接喝水 然后跟他说 哎 喝水可以保持健康 喝水可以让皮肤变好 喝水可以让代谢变高 之类的 然后呢 看他 会不会因为我的喝水 然后影响了他 不会一直要端水 在他面前 来喝水 喝水对身体很好哦 不会在他面前睡念 我先做好我自己 嗯 可是我比较常看见的 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 比较常看到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 我常看到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就是家长在生长的环境呢 可能是比较困苦的 并不是在物质这么优渥的状况下长大 于是呢 现在孩子又生的少 所以呢 父母都会想要给孩子最好的 嗯 最棒的 嗯 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 那我有个孩子是这样 就是 他 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孩 可是妈妈觉得 他要很优秀 所以呢 可能就会不断的安排 比如说英文课啊 比如说数学课啊 或是体能不能输人 语球课啊 直排轮课 游泳课啊 对 就是不断的把他空膛都补满 可是呢 孩子不快乐 你知道吗 孩子完全不快乐 因为这不是他要的 因为每一项补习都有他的沉重的压力 那比如说数学课 他可能必须要解很多的数学题目 他脑袋不停的要去去解题解题解题 那英文也是他要不断的背单字 然后去思考我要怎么说 怎么应对 跟外语老师怎么应对 怎么样讲文法才是对的 那可能直排轮还要消耗体力 可能游泳课也是需要消耗体力 其实孩子很单纯只是想要休息 跟玩乐 什么样的玩乐 我们大人可能无从想象 但是他可能只是很单纯 只是想要跟朋友一起玩 可是大人却认为说 你不能输在起跑点 我要给你最好的 可是这个时候大人的给 就不见得是小孩要的 然后哪一天小孩子可能做了不好的事情 或者犯了什么错 然后大人开始叽叽呱啦 我对你这么好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 你都不懂得珍惜 可是小孩子的内心也会觉得 你们都不懂我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了解吗 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常发生在我的面前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 老跟老公跟老婆之间 那可能就觉得老婆就认为说 老公可能就是很出线条 就应该东西要怎么样放 或是衣服应该怎么样穿 然后怎么样才得体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帮他左手打理一切 可是呢 男生可能就是很随性的 就认为我觉得生活就是要放松 不要那么拘谨 你下了班本来就是应该要 拥有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才对 可是回到家怎么觉得好像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就是老婆觉得应该这样做 才是对老公好 可是老公却觉得这个不是他要的 然后哪一天吵架的时候 老婆就嚷嚷的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你给的都不是对方要的 所以我觉得看影片的你们呢 你们应该要先想想 你们要付出的 真的是对方要的吗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调整什么就是 我不再随便对身边就是对方 我不太在为对方无谓的去付出 也就是说不要想太多 你就做好你自己 对方如果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的付出 他会说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那件事情 别人反而更放在心上 那会说嗯 谢谢你帮忙我 谢谢你这样为我付出 了解吗 反而这个时候人家会觉得 你是有用心在对待我 你有用心把我放在心上 然后我说的事情你有帮我做到 了解 而不是别人没有说 你就拼命的给 然后再来怪别人说 我对你那么好 你都没有看到我对你的付出 No 其实要反观自己 你给太多了 了解吗 所以看影片 你们要反省一下你们自己 是不是你们给的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你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 没有去想对方真的需要什么 如果真的你是用心想要为 想要付出这件事情 真正的付出不是像交易一样 你付出了一百分 你就想要拿回一百分的实质回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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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付出就是默默的付出 并不会想要回馈的 了解吗 那个才叫做真的付出 而且真的付出 不会再从嘴巴说出 我对你那么好 你却这样对我 这样类似这样的话 因为说真的不懂的人就是不懂 你怎么付出他都不懂 你少做了他也不会觉得你少做 因为他就是不懂 了解吗 人类很奇怪 不懂的人到几岁都不懂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 但是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你看很多故事在身边上演 会发现一样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甚至九十几岁老人家 都是这样子的 不会因为年龄增长 而让这样的故事减少发生 而且你听到这句话 大部分都从长辈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对吧 就是希望看影片的你们 先反省一下自己 从自己开始做起 调整一下自己的做法 不要无谓的给 对长辈 对晚辈 对平辈 都是一样 不要无谓的给 因为你的给可能都不是对方要的 甚至可能还会给人家压力 然后给人家负担 然后人家又不敢伤害你 然后又不敢告诉你 所以呢 久了 不平衡嘛 当那个不平衡的敲敲板断掉的时候 然后关系就破裂了 了解吗 所以看影片的你们 反省一下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要就默默付出 要就不要无谓的给 先从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 思考事件 然后再来去做评断 要不要去做付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去把别人的功课拦下来做 然后再去怪对方不了解你 OK 你抢了人家的工作 然后还怪别人说 人家觉得你对他不好 就是你抢了别人的工作 然后去怪别人 没有觉得认定你抢了他的工作是好 没有人会觉得你抢了工作是好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做的工作 了解吗 在这边 希望大家能给地球祝福 最近太多地震了 希望大家时时刻刻保持正面 给我们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有最大最大的祝福 给他一个伸懒腰的时间 过了就平静了 I lov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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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